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周建议并于今天正式批准快餐业从业者的时薪调升至每小时15元 从现在且仍旧有15天的公众意见征集期 美国市将在2018年之前逐步实现每小时15美元的薪资标准 快餐业经营者则认为调涨时薪可导致食物价格上涨以及减少工作机会 今天下午副总统拜登与州长库默将宣布一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报告显示此项建设是针对拉瓜地亚机场中央航站楼 副总统拜登曾经在去年的一次演讲当中指出 香港的机场看起来像美国的机场 纽约的拉瓜地亚机场就像第三世界的机场 机场跑道太小导致航班延误 厕所不足基础设施陈旧 乘客也表示拉瓜地亚机场拥挤脏乱急需改善 本次机场改善预计将比原来的中央航站楼扩增35% 旧的航站楼从1964年开始使用 一位纽约市警在今年年初因工殉职市议会决定 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条街道以此纪念他 这名中年25岁的纽约市警摩尔在今年年初执勤的时候 被射杀于皇后区222街与92街的家脚 嫌犯是35岁的非洲裔男子德米特·里布莱克威尔 摩尔中枪之后被送往亚买加医院 两天之后宣告死亡 市议会在上周决定将摩尔遭到枪击的街脚命名为 一年级侦探摩尔街 摩尔在担任纽约市警的五年期间 共拘捕了159名罪犯 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布拉顿在摩尔死后 追认他为警探 今天清晨布朗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件 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警方目前正在搜寻嫌疑犯 案件发生于今天早上5点左右 在伊利大道和埃里大街附近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赶赴现场发现23岁的男子乔丹杰克维特 头部中枪送往医院之后宣告死亡 一名18岁的男子腿部中枪 现在情况稳定 警方表示嫌犯当时是乘坐在一辆汽车之内 等候受害者经过 从车内向他们射击 受害人朋友表示 他的儿子当时听到了枪声 警方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嫌疑犯人 王家联社区医疗中心将于8月1号和8月5号 分别在法拉盛和华部举办两场健康日活动 届时将有超过50个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的 200多名义工为民众提供健康筛查及咨询服务 主办方在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这个健康日活动已经持续了30多年 在过去10年间 亚裔人口增长明显 已经在纽约总人口中占了近15% 由此产生的对医疗信息资讯的需求也非常大 这也是举办健康日的重要原因 健康日当天会有免费的预防性健康筛减以及健康教育活动 并向参加者派发中英对照的健康教育资料 以及多方面的健康及社区资讯 同时民众还可以观看到舞蹈、武术、歌唱等精彩的娱乐表演 还有为儿童而设的互动游戏、小丑及气球艺术家等娱乐活动 以往每年的健康日都会吸引超过3500人参加 今年由于参加的机构比往年更多、规模更大 主办方也希望有更多的民众参与 我们在与我们的能力保护患者 但也在与我们的社会和社会认为我们的联系 因此那些健康日会更大 平常在中国城市有更多人 有超过3500人 然后在热门上有超过3000人 这年我们预计会是相同的 因为两个地区已经育成了 希望有更多的社会认为健康日 第一场健康日将在8月1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3点 在皇后区法拉盛37大道136代1026号 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的停车场举行 第二场则在8月5日星期三上午10点至下午3点 在曼哈顿华布罗斯福公园举行 华语电视记者华丽 纽约采访报道 夏季炎热的天气还在持续 纽约探访护士服务机构 今天下午在华布中华公所局外讲座 向民众讲解如何预防中暑 来自纽约探访护士服务的梁护士说 高温天气中每个人都需要格外注意预防中暑 但年幼和年长者尤其需要注意 梁护士介绍说中暑的症状有很多 比如极度口干 口渴 皮肤干燥 嗜睡 肌肉无力 头疼发热 心跳加快等 民众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预防中暑 好了 那我们秘书有什么可以做呢 就是如果我们去街里要带着汁水 如果我们口渴就会喝的 要戴帽子 帽子可以遮住额头 如果有太阳眼镜就戴着太阳眼镜 如果把风线自动拿着去街 如果热都可以用线来潑涼的 还有我们应该去避暑就不要去最热的时候出去 10点至3点钟期间是最热最热的天气 如果有事要做 尽量最早之前出去 或者等最下午的时候出去 梁护士特别强调 补水对于预防中暑非常重要 可以多吃水果蔬菜 在饭后 起床后喝水 如果您喝果汁也要喝同样多的水 梁护士还特别提醒 避免在烈日下活动太久 尤其是不要让任何人在熄火 并且不通风的车内待太久 华语电视记者划利 纽约采访报道 三位来自于台湾的歌坛天后 黄毅玲、曾心梅和龙千玉 在北美福治基金会邀请之下 26日晚间首次在纽约同台演出 与孟莲花交响乐团 演出精彩的《听见幸福》的声音演唱会 三位天后日前受访时表示 希望透过歌声将幸福的感觉 传递给纽约的民众 三位来自台湾的门南语歌坛天后 剪清风、秘书剪约云等热情的 欢迎三位天后的到来 此次率团的孟莲花文化基金会执行长 陈万和也感谢纽约的朋友支持 让他们能够顺利演出 也感谢纽约对我们的鼓励跟支持 我们以后会更有力量 能够把好的音乐带到世界各地去 非常谢谢纽约 三位天后黄以玲、曾心梅、隆千玉 也透过黄语电视向纽约地区的观众们问好 大家好我是黄以玲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纽约跟大家见面 非常的期待 很想了解这里的风俗民情 不晓得这里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很想跟大家见面 哈喽大家好我是曾心梅 其实我应该是第三次来到纽约 前两次因为没有黄以玲跟隆千玉在旁边 所以呢上两次的印象不太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在调东西 但是这一次都没有调哦 因为有黄以玲跟隆千玉在我的身边 然后主要呢这一次我非常希望说 来到纽约能够带到很好的歌声给大家听 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听我们的音乐会呢 能够感受到幸福的感觉 哈喽大家好我是龙千玉 我是第一次来纽约哦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哦 我知道有很多地方呢 我们一定要找时间去看 像自有女神啦还有那个白老惠啊等等哦 那也希望这一次的表演大家会喜欢哦 谢谢你们谢谢 希望大家一起听见幸福的声音 华语电视记者杨战天 纽约采访报道 大纽约区台湾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 日前在法拉盛举行第25届年会 在驻纽约台北经文处处长张文良大使监事之下 新会长苏春怀接过前会长范江光南应信 完成交接仪式 大纽约区台湾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会第25届年会 25号晚间在法拉盛牡丹厅举行 300多位来自各校校友会成员和宾客 纷纷出席相互交流 场面热络 在驻纽约台北经文处处长张文良大使监事之下 新会长苏春怀接过前会长范江光南的手中应信 完成了交接仪式 经文处处长张文良大使 文教中心主任王益阳等都盛战校联会 去年筹办的双十国庆庆典活动十分成功 也寄往未来校联会继续服务桥社 新任会长苏春怀表示 担任会长是一个挑战 但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承诺要在任内把校联会的活动办得更好 董事长王金志也执政各校会长 副会长感谢奖牌 肯定众人对社区事务的热心 也表示他今年出任 皇后区双十节国庆升旗典礼筹委会主委 期许与该会理事成员在接再历 将双十国庆活动办得更好 会中与会者也向即将离任的文教中心副主任李伟农 任职期间服务纽维桥社的热心贡献 表示感谢 与会嘉宾也纷纷上台演唱歌曲 与在场嘉宾同乐 并由校会成员演出精彩节目 现场气氛十分的热闹 华语电视机梁阳天有约采访报道